中國的房地產商借聯爆雷之後呢 我們來看到是現在中國普遍房地產的景氣 實在是有點堪憂 許多城市都傳出了包括了新城屋 還有呢房租都是在往下探的狀況 像是現在中國有50座城市 他們的住宅租金都是下跌的 而且呢在許多的大城市或是中等城市 他們已經連續9個月租金都是出現 年減的狀況了 以上還來說的話 他們在6月呢平均的租金 還有房租收入比創下了2019年來的新低數字 那麼以房租收入比來說的話 更是首次降到了25%以下了 那麼7月的呢這個租金 每平方公尺的租金折合台幣 大約是400塊錢 平均來說也比2023年的全年是下滑了呢 7.4個百分點了 除了租金在下探之外 還有因為中國至少有10個城市 放寬了新房的限價令 那麼很多的地產開發商呢 他們因為之前呢 這都卡在新房賣不出去 現在就希望從價格上面來著手 降低房價 趕快把手中的這些屋子賣出去之後 是不是就可以換回資金 來避免自己的公司陷入清算 違約風險 那麼呢像是在北京現在傳出 有房價是下跌的大約是三成左右 可是反觀我們來看到在新加坡 則是受苦於呢這整個房價的飆漲 新加坡呢有八成的家庭他們住在公宅 那麼這些房子是由國家建造 以補助的價格來出售 同時呢既然由新加坡的建屋發展局提供比較低利率的房貸 但是由於疫情時間導致施工延誤 還有熱門社區的需求火熱 所以這轉售價格就不斷的飆漲 轉售價呢是飆了這個超過了呢 這個百萬新加坡幣了 所以現在他們就出手 官方說要來下調他們的低率貸款的乘數上限 原本的話呢他們是可以貸到的百分之八十 現在呢降到百分之七十五 希望藉此來平抑房價 以上訊息給你也請你鎖定華盛新聞